广天地为您介绍康永的故事,欢迎收看 它是夏季底最猖狂的飞虫,它是餐桌上最讨厌的哺俗之客,它被视为世界上最肮脏的昆虫,它又被视为疾病最得意的使臣,它居无定所,但又无处不在,它是最难消灭的挑衅者,它就是有史以来人类最厌恶,也是生命力最强盛的昆虫之一, 苍蝇 它就像一架小型战斗机,金属色的身体,透明的翅膀,硕大的肤眼,天气越热,它们飞得越快,长得越猛,繁殖的也越多,它白天活动频繁, 夜间静止气息,滋生和出没于污秽肮脏之地,它边吐,边吃,边辣,污染食物,传播疾病,它与老鼠,蟑螂,和蚊子并列为四害, 人们对它深恶痛绝,恨不得早一点消灭它们,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消灭它们呢? 这还带从它的身世说起,如果要追溯起苍蝇的身世,那就要比厌恶它们的人类要早得多了。 在一万年的进化过程中,苍蝇凭借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,几乎无处不在。 在历史的长河中,有不少动物都已灭绝,然而苍蝇这一小小的生灵,面对大自然的无数天敌,面对人类的层层防线,它依然顽强地生存着。 它是怎样保持着自己种族的绵延不绝,生生不息,它的身上亦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? 蝇的种类很多,苍蝇只是我们老百姓对所熟知的蝇类的俗称。 它属双赤木,环列亚木,全世界已知一半多种,我国记录的有一千五百多种。 其实,在数万种营类中,与人类关系较密切者仅数十种。 多数营科,利营科,麻营科,侧营科,我营科,即狂营科。 我们常见的营种主要有,夹营,侧营,紫光绿营,果营,大头金营,黑尾麻营等。 虾营和吸血旧营,属于营科。 大头金营和红头利营,属于利营科。 黑尾麻营,属于麻营科。 寄生营,属于金营。